大家好 我是吉安游侠 我现在在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 这里是蔬菜批发市场 它这里提供的是阿富汗的780万人口的量 这里蔬菜主要是从塔吉克斯坦 富士比克斯坦 巴基斯坦 伊朗过来的 它们品种是非常多的 它这边的批发项是非常便宜的 便宜的让你难以想象 现在我们过去看一看 这里是辣椒 好多好多辣椒 阿民 帮我问他一下 这辣椒多少钱一公斤 五十一公斤 那个呢 后面的呢 一样的 这些辣椒是从哪里来的 伊朗 伊朗过来的 这一家品种很多 有西红柿 有红辣椒 这是菠菜 这是葱 葱 好像是葱 这是萝卜 那个是芹菜 那个是韭菜 韭菜 我们问他一下 他们这个蔬菜 这个韭菜是哪里来的 是阿富汗的加拉拉巴那边 哦 它在多少钱一公斤 五十 五十一把 这个是一把 那这个芹菜呢 一把多少钱 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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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三十这个呢 五十 五十 那菠菜呢 五十 都是哦 那挺便宜的 好的好的 谢谢谢谢 这里好繁忙了 整个街道全都是这样的 推小车的 这是西红柿 西红柿 西红柿还挺多的 现在我们来到一个大的 西红柿批发商铺 Salamualaik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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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问一下 他们这个一框西红柿多少钱 四百 四百 这一框 对 然后他这个是哪里生产的 伊朗的 伊朗的 哦 他们一天能卖多少框 他说以2000 2000 2000框 2000或者1500 好的好的 行 谢谢 哦 这里是卖花菜的 你问他这个花菜是怎么卖的 一个是三十块 一个三十块 对 按一个卖的 好的 他这个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是从哪里来的 好多人围观了 大车子拉过来这边卖 哦 这里还有白菜 这里还有白菜呢 他这个白菜是哪里来的 这个车子装满的都是白菜 没想到吧 阿富汗还有白菜 这一车子是菠菜 那个旁边的是 卷的 纸卷菜 应该是纸卷菜 这么叫吧 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好多啊 好多人 抱歉 没去看一看 哦 这里还有胡萝卜 卷菜卷型菜 这个一袋的多少钱 全都一袋 我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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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阿尼 70阿尼一袋 啊 真便宜啊 那这个卷白菜呢 一百 一百一袋 一袋 哇太便宜了 这里有茄子 西葫芦 这个叫什么葵来着 我忘记了 这是橘子 胡萝卜丝 青椒 萝卜 胡萝卜 这个是应该叫紫 紫 紫卷心菜 他们在吃饭 这个生姜 我想问一下 这个生姜是哪里来的 这生姜哪里的 十九十一 印度的 印度的 这个多少钱一公斤 一六千 一百五十二斤 一袋子还一公斤 一公斤 一公斤 还有黄瓜呢 还有洋葱 洋葱这一袋子多少钱 八十 八十 哇太便宜了 便宜的无法想象 好的 谢谢 他们吃饭吧 哦这里好多啊 好多车子拉过来之后 就在这边批发卖出去 一排一排的排过去 这个是菠菜 花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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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花菜 好多都是花菜 这里太多了 人走不过去 我就不走了 我换个地方 走这边吧 我想去里面看一下 啊 啊 太挤了 这车差点转了我 小柠檬 小柠檬 花菜 这个声音好 都卖完了 thank you 辣椒 柠檬 这卖小吃的 哦 这市场非常繁华 他们在零售是另外一个价格 你看 这个是零售在这边 那个店铺在那边的话 他们价格是两样的 哈哈 零售它也是批发的 批发的好几倍 但是呢 他们俩就在一块 是的 哦 这是对小车拉过来的 菠菜 哎 这是什么菜 这是什么菜 铁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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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知道 哈哈 算了算了 多少钱一把 一半一半 五块 五块 是老板像中国人一样的 这五块 五阿尼 对五阿尼 五阿尼 对 太便宜了 跟白送一样的 我们走 太挤了 那那么多 对面也是的 哇 都挤住了 哎呀走不动 你看上面也有人 过来 好 我们这边走 我们这边走 这边走 哦 芹菜 茄子 哎还有这个 这个叫豌豆 这叫豌豆 菜的品种还挺多的 堵住了 走不动了 全都是泥巴路 你看 最主要是他们这个车子 从别的地方拉过来 然后在这里批发出去 哦 差点转了这个 这是你们想象的阿富汗吗 吵起来了吗 我怎么听起来像吵起来了 为什么 这边声音冷冷清清的呢 这边声音都冷冷清清的 那边的话很火爆啊 主要是那边是 他们自己种好了都拉过来的 所以说他们应该很便宜 在我们后面这个店铺的话 它贵一点点 价钱不一样 是拿车子在这里面堵着 根本走不通 全堵着 哎 哎 我们在前面走出去吧 这个根本就开不了 他还想挽过去 还想挽过去 这些小车也在那边挤 哈哈 这个路这么窄 这么多人过来了 我这样走 走不动 帮我回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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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正面能走得出去吗 可以啊 大家去读圈里看 哎呀 都走不了 不便 这里全是橘子 一大车橘子 这里有茄子 这是什么菜 哦 这也是茄子 这也是茄子 好了 我们终于走出来了 这地方不那么挤了 大家看看这个塑料框 好多啊 装水果装蔬菜 必须要用到的 这个说明这边住宿机 是非常吃香的 还是能挣到钱的 对吧 你必须要有住宿机 才能做出这些产品出来 他们原材料 我估计是从伊朗过来的 这么多 大家也看到了 阿富汗这个散 现在是非常活跃的 哎呀 他得摘了 非常活跃的 如果他们 治理有方 或者是他们用 有很好的一个制度的话 我相信阿富汗是越来越好的 然后他们 有些人我看也很勤劳 但是也有一些人不是那么勤劳的 只要他们勤劳 我估计 他们要不了多少年 是发展起来的 大家好我是吉安游侠 我现在在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 这里是阿富汗的水果批发市场 他们主要的是成巴基斯坦 以及东南亚国家过来的 他们以拍卖形式的 谁要价高就归谁 大家看明白了没有 完全不一样的风格 香蕉拍卖市场 快看在喊价 下面的人在看他的价格 核式下单 这边全部都是的 他们这个香蕉是按创卖的 一创是200到300左右 感觉有点烂了 这个应该是很久很久了 我们现在来到一个大蒜的皮 那个一带的他说 两千 一带是2900阿尼 一带有多少重量 20公斤的 20公斤的 这是在中国买的 对 准备发货来这边 是的 好的 一般需要多长时间 能从中国发到阿富汗来 从中国去那个派基斯坦 开了7城市 然后大概一个月或者20天就能到 现在我们来到猕猴桃的一个批发店铺 这两位是老板 后面全都是猕猴桃 阿民帮我问一下 他们这个猕猴桃是从哪里来的 去伊朗 伊朗过来的 然后他这个商业用的 也有他这个质量的 在阿富汗玩去他这 是多少钱一公斤 是大概8公斤 然后500 520 现在我们来到一个石榴 还有苹果的一个商铺 我们问一下老板这个石榴的话 多少钱一公斤 没有一公斤的就是一盒的 一盒多少钱 850 852年 现在我们来到一个批发苹果的地方 我们问一问老板 这苹果是哪里来的 这是阿富汗的 这都是阿富汗的 对 那多少钱 一袋 300 300 一袋 他们这橘子是哪里来的 巴基斯坦的 从巴基斯坦的 多少钱一公斤 一个盒子 一个盒子 他们不是按一公斤卖的 按一盒卖的 对 这里好像所有的品质 都是一袋一盒 这样卖的 多少钱 452年 老板很有特色 这里全部都是卖水果的 他这里品种比较杂 有橘子有石榴 这个好像是一种鸭梨 这个是迷后桃 这是一种橘子 那个 我不认识 大部分是苹果 和那个 叫什么来橘子 柠檬 哦还有柿子 这是柿子 好我们看看别的地方 好多水果 哦 这个迷和桃这么大吗 这个是不是迷和桃 有人认识吗 我感觉都不像迷和桃 这种还有小的 这里是苹果大批发商 看看这一排门面全都是的 里面好多苹果 这里是另外一家苹果批发商 这是苹果 那是猕猴桃 那是青苹果 哦我知道了 为什么叫猕猴桃 他们喜欢吃酸的 这种猕猴桃还没有成熟 基本上就是这三个品种 石榴也有不多 很多 石榴很多 只不过他们不在这里批发 因为他们很容易得到石榴 这种苹果 哈哈 老板有钱 嗨 你好 哈喽 不好吃吃了 生意怎么样 还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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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很自然 这个是一筐的橘子 他们有只小车搬到外面去 大车开不进来的 你看看这里人车各种交通工具都有 我就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保着相互不喷撞不打架的 终于走出来了 终于走出来了 是 对 很好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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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